据报道 美国会众院日前通过不歧视台湾法案 要求美财长利用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影响力 支持台加入该组织 就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表示 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 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并敦促美方立即停止 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所谓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妄图借台湾问题搞政治操弄 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 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毛宁指出 联大第2758号决议 明去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半个多世纪以来 联合国及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内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 均恪守这一决议规定 任何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都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 美方应当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立即停止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停止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